第三百五十四集 韩逸此时就在公司 听到这里的事情 忙从楼上赶下来 等看清地上的东西 她的脸色比琳达还要难看 琳达 报警了吗 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 韩逸将于小轩带到了一边 不让她看地上的东西 警察很快就来了 看到这样的情景 哪里不明白 于小轩是被人给恐吓了 于小姐 请问你最近有得罪过什么人吗 于小轩摇摇头 她最近一直忙着拍戏 就连公司都很少来 能得罪谁呢 警察又问了一些其他问题 没有得到丝毫的作用 于小姐 会不会是你的黑粉干的 现在有些黑粉 做事情不理智 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都是不奇怪的 收到过黑粉的恐吓性的明星 不止于小轩一个 于小轩到了现在 还是心脏乱跳 神情恍惚 还一顿时就怒了 我请你们来 是让你们查案的 你现在是打算让我们自己猜测吗 韩先生 你先别着急 我们也需要将情况了解清楚 这样才好确定调查的方向啊 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被人恐吓了 你们问来问去 就问的那几个问题 有这个时间 你们怎么不去查查 这块地到底是谁寄出的 我说这位韩先生 我们警察办案 自然有我们的一套程序 你急什么 着急有用吗 现在重要的是 你们要配合我们调查 这样才能早一点 查清楚事情真相 其中一位愣头亲警察 开口说道 另一位警察 是知道韩逸的身份的 听了同事这话 福娥 只想好好敲一敲同事的脑袋 问一句 你是不是傻呀 他已经可以想象 韩逸的反应 果然 韩逸的脸色冷了下来 我要是不配合你们 就不会在这里 与你们默契这么久 你们的办事能力 要是不行的话 就换别人来 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 愣头亲警察 神经不满 想要说话 却被同事拦了下来 同事笑笑 开口 韩先生 你先别生气 于小姐的这种情况 我们以前也不是 没有碰到过 多数就是黑粉干的 所以我们才这样猜测 小萱最近没有做 任何昭黑的事情 如果是黑粉 应该不会现在 才做这样的事情 警察闻言 似乎也觉得 琳达说的有道理 以前那些被恐吓的明星 基本都是在黑料 被曝光以后的 风口浪尖上 于小姐 你再好好想想 最近真的没有 得罪什么人吗 或者是之前呢 有没有跟人 发生过什么过节 警察是寻寻善用 韩义冷着脸 却没有开口 于小萱的脸色 依旧有些苍白 但是情绪 倒是慢慢平复下来了 她想了想 轻轻摇头 我想不到 不过 她微微停顿 游戏了一下 开口 不过之前 我和公司的一人 闹过一些矛盾 只是那是 很早之前的事情了 这人叫什么名字 苏灵 于小萱吐出了一个名字 当初因为含义 她还和苏灵打过一架 苏灵后来被公司血藏 付了一笔高额的违约金后 就离开了公司 去了对手公司发展 据说现在发展的也很不错 警察是知道苏灵的 毕竟苏灵现在 也算是某娱乐公司 力捧的新人 将本子一合 警察说 好的 于小姐 谢谢你的配合 我们会去找苏灵小姐 何时情况 尽快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你要是想起什么 可以随时跟我们打电话 于小萱点了点头 警察就拽着自己的 愣头亲同事走了 张哥 这个含义说话太嚣张了 不就几个臭钱吗 可以什么呀 愣头亲 还在为韩义刚刚的行为而不满 被称作张哥的警察 笑笑 其实韩总的脾气 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大概今天的事情 发生得太突然 他比较烦躁 不做什么呀 我看他就是看不起我们 你以为韩义是个普通的商人 先不说韩家本身就是京城的名门 他自己本身 跟沈家和傅家的长孙 关系都不错 你刚刚入了职 有些事情还不懂 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呢 愣头亲 嘴里还都闹着什么 却没有再说什么 沈清兰是第二天看了新闻 才知道 于小轩被人恐吓的事情 虽然新闻上的照片 被打了马赛克 但是 于小轩的车子 他还是认得的 联想到前天那个 从天而降的花盆 沈清兰总觉得 事情 没有新闻说得那么简单 恩西 是我 帮我查一件事情 大院附近的咖啡厅里 沈清兰听着金恩西的话 神情很凝重 你的意思是 根本就连你也查不到 这件事情是谁做的 嗯 于小轩的车子 虽然停在监控的死角 但是车库里还有其他的车子 正好 就有那么一辆 正对着于小轩的车子的车上 安装了行车记录仪 我跟车主联系过 车主也让我看了影像 看身形 是个男人 但是 那人包裹得很严实 我看不见他的样貌 录像呢 我给你拿过来了 金恩西将一个U盘 递给了沈清兰 这里面还有那天 你跟于小轩见面的附近的街道的监控画面 杂像于小轩的花盆 确实是有人故意从楼上扔下来的 并不是意外 不过 那人的身形 看着却像是一个女人 同样包裹颜色 看不清面容 至于快递 地址我也查了 是从本市的一个快递点寄出的 只是 那家快递点没有安装监控 那天只好快递又多 店主也记不清是谁记的 沈清兰 神情莫测 这一桩桩 一件件的 好似都是不同的人做的 但不知为何 他有一种直觉 这些事情 是同一个人做的 安 我也赞同警察的说法 也许就是 与小薰的某些黑粉干的 现在的有些粉丝 特别的不理智 做出什么事情 都是有的 这件事情 先这样吧 辛苦你了 恩西 我们之间就不需要 这么客气了 不过 我会继续留意这件事的 要是黑粉 再想做些什么 我肯定可以抓住他 伊登呢 怎么样了 昨天刚跟伊登联系过 他没事 就是好像 右手伤得比较严重 近期是做不了手术了 但是也不会影响到 后期的恢复 这也算是 不幸中的万幸了 伊登是个医学狂魔 要是不能拿手术刀 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安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听的左膀右臂之一 被砍了 闻言 沈青岚的眼底 终于浮现了一抹笑意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这几天BK的人 连续遭到了其他人的攻击 好几个人都受伤了 听证暴跳如雷呢 他现在正在查 发布任务的人 不过你放心 他绝对查不到你的身上 这一点 沈青岚 是一点也不担心 那个网站 本身就对发布任务者 和领取任务者 进行了隐私保护 就算是King 也不能轻易获取 而且 还有金恩熙在 King没有受伤 没有 至今还在活蹦乱跳 继继续顶着 要是不行 就继续加酬金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金恩熙点点头 又跟沈青岚 说了一会儿话 就离开了 沈青岚 慢慢走回家 只是 在距离大院 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一辆车子 忽然飞速开来 沈青岚 快速闪到了一边 这次 没有被撞上 他紧紧地 看着开走的车子 看清了车牌号后 立即 给金恩熙打了电话 金恩熙文言 怒骂了一句 安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帮我查一查 这辆车的主人是谁 金恩熙应了一声 沈青岚回家之后 并没有提起这件事情 他坐在阳台上 脑子却是在想着 最近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除开一灯的事情 是King做的 从姑父 到于小轩 再到自己 这一件件 看似没有任何的联系 但是 却像是一张大网 正包围着他 只是 这张网的背后 针对的 到底是谁 沈青岚还不清楚 京城 某高档公寓 男人又在打电话 只是这一次 他的神经很暴躁 是你说的 会给沈青岚一些教训 但是你看看现在 沈青岚 有受到任何伤害吗 他的亲人朋友 还在活泼乱跳 而我呢 却像是一个丧家之犬 只能躲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连面都不敢落 电话那端的人 不知道说了什么 男人的神情越发暴躁 不要和我说什么耐心 我没有耐心 沈青岚 将我和我们家害成这样 我要沈青岚去死 再给你三天时间 要是沈青岚生病的人不死 那么 你就去死吧 男人砸了手机 伸手拿过桌上的酒 就往嘴里灌 他看着墙上的照片 神情猙獰 忽然将酒瓶子 砸向了墙面 沈青岚 于小轩 韩逸 沈君玉 你们统统去死 去死 他手上拿着一把水果刀 一刀一刀的 扎在了沈青岚的照片上 一直到照片 被他扎得粉碎 温西瑶来到傅家 看沈青岚 就看见 他躺在阳台的躺椅上 闭着眼睛 晒太阳呢 唉 还是你的日子舒服啊 沈青岚 睁开眼睛 对上温西瑶 夜幕的目光 微微一笑 你随时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你自己不愿意 为无能为力呀 我今天来找你 其实是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小姐 你有事情 直接说就好了 是这样的 我父亲很喜欢张海峰 老先生的画作 他的生日就快要到了 我想买一幅老先生的画作 但是 老先生这两年 其实极少动比了 我又不认识他 啊 我听说丹尼尔跟他很熟 所以想 是不是可以让丹尼尔 帮忙买一幅老先生的画作 唉 我现在给丹尼尔打电话 说着 他拿过手机 给丹尼尔打了电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